手工,放珠包珠手链教程 所用到的基础节之前都有发过慢动作的视频教程 不太了解的可以往回翻看一下 手链是从珠子部分开始编织的 50厘米固定在工作台上做轴线 25厘米一对折以雀头节的方式挂线 然后前后再编半个鞋卷节 按同样的方法再挂25厘米3 公司根线全部挂好了 按同样的方法再挂一组线 挂好之后放在左边 固定好 60厘米2穿珠子 把珠子移到线的中间 然后打个活节 固定在工作台上 穿珠子的线做要线边左斜卷节 右边的边右斜卷节 中间两线边反鞋卷节 中间两线边反鞋卷节 这边边好了转向另一边 解开活节 固定好 左边边反鞋卷节 左边边左斜卷节 然后右边边右斜卷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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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间边反鞋卷节 中间边反鞋卷节 珠子就包好了 然后把线分出来手链的二端个十二根线 25厘米一对折 从中间部分以斜卷节的方式挂线 香林的五条卡其色线也边上斜卷节 不睡一夜 周路一几路 秋云的飘望难寻出口 风雨下所混沌 夜雨漏 回眸 月光 追逐恩宗几度周 哦哦哦哦哦哦 汤水菲利更有助受候 贵汕好后转一下方向 蓝色线穿上二毫米的珠子 左边下的六条卡 其色线也编上鞋圈结 黄色线也编上鞋圈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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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左一座肘线左二致四座肘线边左鞋鲜节 左一座肘线左二致四座肘边左鞋鲜节 左一座肘线左二致四座肘边左鞋卷节 再逼个左鞋卷节 左三做要线左四做轴线边右鞋卷节 中间两线边左鞋卷节 然后看向右边的四边 右一做轴线右二致四做要一次边鞋卷节 右一做绕线右二做轴线边左鞋卷节 再边右鞋卷节 右三做绕线右四做轴线边左鞋卷节 中间两线边右鞋卷节 右鞋卷节 好看 好看